今天也就是6月5号上午10点44分 中国的神舟14号飞船把三位宇航员送进了太空 他们将停留6个月完成中国空间站的一些建设任务 我们里应该祝贺 很多人信心开始膨胀 在各种节目中对中国的技术人才和专家提问 说老一辈在一穷二白的时候造出了原子弹 鼓舞士气摆脱了技术封锁 而现在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多次太空载人发射 和即将完成空间站的建设计划 为什么小小的芯片却造不出来呢 还不如人家台湾呢 能提出这种问题的基本是不懂芯片的 引用抖音投资家里专家的比喻一目了然 他说如果把研制原子弹难度比作一的话 那载人航天就是10 航空发动机是50 芯片最少是100 而且想想看 要在指甲大的芯片上集成无数个东西 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太多了 太复杂 砸钱也没用 同时还举了光刻机的例子 说光刻机上有两个同步的工作台 要做到高速同步 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那有多同步呢 就比如两架飞机同时同步起飞 然后从一架飞机上装上一把刻刀 还要在另一架飞机的米粒大小的位置刻字 而且还不能出错 人类工业文明的极大成者 芯片毫无疑问是独占而投的 技术含量最高 难度也最大 但很多人就是理解不了 纷纷质疑回答问题的专家草包一个 说我们国家原子弹是从无到有的 而芯片至少还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呢 草包就是草包 没有骨气 肯定吹造不出来啊 还有很多人质疑说 为什么台湾能造出芯片呢 而我们不能呢 难道台湾人就比我们聪明吗 随后网友开始互怼 理智的人把台湾的半导体发展史 搬出来论证 不理智的就使劲的喷 意思就是台湾的芯片 只是在美国准许之下的傀儡芯片 美国不让你发展 立刻就玩完 随后在浏览各大论坛 只要谈到台湾芯片 就是各种酸啊 其实小周也发表过 类似的回击观点去论证 为什么我们大陆的芯片不如台湾呢 但最后都是被怼得没脾气啊 我感到的是无奈 因为很多人看不到芯片 看不到光刻机 看不到制造上的难度 看不到这里面的技术壁垒有多少 你就是讲清楚了 给他们也没用 人家根本就不看 沉迷于自己的键盘里 而我还不能责怪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错误不在发表观点的人 而在于客观真实的文章 或者节目不多 很多人都是被所谓的正能量给误导了 当然这些也是需要的 因为有一部分的其他目的 抖音投资家里的专家回答的还是不错的 但评论区被喷得无言以对 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宣传口径的宽窄 如果一个宣传口径里 什么都能包容 什么都允许的话 你想想很多网友会不会一直在那里敲键盘呢 接受所谓的正能量呢 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 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客观的文章 看不见不同的意见 所以结果就是反过来怼你 弄得少数理智的人也是无奈 我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就改变了一些策略 不再发表一些技术性的文章 留言怼回去了 而更多的是一些思想上的撬动和启发 举个例子 比如如果我看到很多人在说半导体方面超越台湾 超越美国不是梦 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之类的话 我一般的回答就是 认清自己才能认清别人 多思考多学习 没有错 其实也没有骂人 没有怼人 这种留言在中国大陆的各大论坛里 比举例子列数据好使 虽然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模式 但你不得不这样 当然小周也看到过很多台湾人来到中国大陆论坛上留言回击的 可是都被认为是骗子 连标点符号也是假的 所以下次记住了 少说数据之类的话 少说事实 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当时间够了 很多人自己就明白了 你列举大量的事实回击 有时候就等于浪费时间 今天的载人飞船发射再次点燃了国人的信心 他们认为 你看看吧 疫情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 一个载人发射 就如同一针强心剂直插心脏 在这种感染力下 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将逐渐回暖 完成今年预定的经济发展目标 我无法理解这种因果关系 或者叫谷物关系 还得请大陆的小伙伴给我解释一下 难道载人发射可以让我们一鼓作气完成今年的目标吗 我个人感觉是鼓舞士气让大家更热这个国家是真的 但对我们个人或者普通企业的发展没有太直接的作用 个人的债务该还的还得还 企业该促进生产拓展销路的还得继续做 也就是说 载人发射的强心剂 在有限的领域是起到国务作用的 不可否认的是 空间站的建设 航天技术的进步 直接可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 卫星通讯 卫星广播与电视 卫星气象预报 卫星导航 卫星资源勘测 灾害预报和环境监测等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航天器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具有众多特殊环境的实验平台 使人类在高真空 微重力 超低温 强辐射太空环境中 开展新材料 生物制品和新工艺的综合研究 航空航天活动 展示出人类最新科技成就的综合 集成 交汇 与创新的完美融合 其中体现了人类探索未知 不畏风险 现身科学 勇往之前的精神风貌 但咱们也要反问自己 每一个公民享受到了哪些太空活动带来的实惠了 气象 通讯 灾害预报 环境监测 的确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些 但我们也不要过度夸大 攒人航天的作用 事实求是的谋发展 才是最主要的 在此 小周也呼吁大家 从搞好个人的收入开始 不要动不动就超越台湾超越美国之类的 这些不在咱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台湾的技术和实力比我们强的有很多 是一步一步的积累出来的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 钱多真的就不一定行 在这方面 钱真不是万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周谋经常说 大陆要发展半导体 还需很长的路 要走的其中一个原因 好了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咱们下期不见不散